做了这个研究以后 发现皮肤科医生都蛮年轻的 我们日常护肤的未来就难 为啥民族这么有钱 哈喽大家好我是泰拉 欢迎收看我的博士朋友采访系列第三期 现在我在哈佛医学院 今天要采访的博士是 专门搞皮肤抗衰研究的李莉博士后 我叫李莉 我之前是学生物信息的 到了哈佛医学院做皮肤衰老契馆 我现在心情非常激动 因为这个地方的校区 跟整个哈佛校区是分着的 一般没有人邀请的话 我们是没有机会来这里的 我们11是在遗传系下面 用到了各个学科交叉的 比如说遗传啊 生物信息这个分析 也跟皮肤科有紧密的合作 我现在到了李莉工作的楼 李莉已经在哈佛做博士后六年了 这六年里她只专注着一个课题 从零开始提教的那一申请 做实验为的只是一件事 我可以说你们的研究目标 是要找到皮肤为什么会衰老 对以及如何预防衰老 或者逆衰老 对我觉得你这个总结非常棒 我们从病人身上拿到皮肤 把这些皮肤细胞打散 测试到可以去看每一个基因的变化 分析到底哪一些基因变化 到后面呢就会有实验来进行验诊 把这个基因来敲除掉 看看是不是皮肤一家就衰老 这一点是真的有可能的吧 科研的角度我们在细胞层面是实现了 就是把一个老的细胞 通过基因的表达 让它变到了一个年轻状态 但到这个皮肤层面我们后面还会再做进一步的研究 你工作的地方是实验室还是办公室 做计算和做实验都有 那你们会养一些老鼠在这里吗 边上一个楼是有的 我们一般做细胞实验做的会更多一点 细胞实验是干嘛 不可能一下子就拿到人身上去测试 对吧 先会在人的细胞上面 那你们看到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死用态 果冻 你们还有的皮肤就是普通人的皮肤 对 你也可以做 给钱吗 给钱一百刀 真的啊 那它会怎么取我的皮肤呢 有一个真一样的东西打来一下 一粘走 对粘走 也挺浅的 因为2mm就是肌肤原理 这一百刀最可以干 肌肤啊 那你当时做多事后的时候 为什么选择皮肤抗衰的方向呢 我自己首先是敏感肌肤嘛 我其实是想学的东西能不能用到这一块上 我对粒粒在做研究之后发现了什么非常感兴趣 但是这个我留到后面去了 在这之前我两天问一些很小白的 关于皮肤护理的快问快答 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皮肤衰老 它包括自然衰老 就是我们的年龄衰老 光衰老 皮肤氧化 皮肤糖化 什么是皮肤氧化和糖化 皮肤氧化就是我们皮肤暴露在环境中 会有一些养子有脊弓脊 皮肤糖化呢 有些人就摄入过多的糖 没有被代谢掉 跟皮肤里面的蛋白质结合起来生成了一种叫做AGE的物质 这个物质呢 就会减少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支撑力 之后就显示出了泛黄啊 暗沉 所以说吃糖喝奶茶 火锅之类的 这些真的会让皮肤变得不好 这种饮食对于代谢通路是有影响的 就是很难代谢掉 加州有一个组台做一个研究 找了一群人 让他们专门去健康的这种绿色蔬菜啊 每天运动半小时早睡 中间不间断三个月以后 这些人的表观年龄 就我们看上去的这个年龄 会有所减轻 他们这三点 统一的目的 都是让代谢更顺着 皮肤就进入一个更好的状态 这也有会因为物理原因老化呢 比如说我见到大笑 或者我睡觉的时候总是挤着我的眼睛 我是知道有朋友确实为了这个天天养着睡 还是皮肤亏霜 物理原因造成的老化呢 它可能就是因为这些细胞被拉扯了 它就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很好的运作 那难道不会因为我总是下午的肌肉就非常的健康 它就一直年轻我 那是你的肌肉 那不是你的皮肤 那衰老的表象到底是啥 我咋知道我衰老 瘦纹啊 斑点啊 还有就是干燥 就有些脱脾气现象 亚洲人的不老实话是真的吗 在国外真的会有这个梗 就是说你去看不出亚洲人的年龄 因为他们的皮肤从不衰老 又回到我们一起在反复提的这个概念 自然衰老呢 是因为我们亚洲人的皮肤里面是有黑色素 当我们在受到预意照射的时候 这些黑色素对Cartinocytes有这个交流性 让我们这个细胞比较好的状态 白种人呢 他们就因为缺乏黑色素嘛 会更敏感一点 当然亚洲人还有一个不老实话是 这个环境衰老这一块 我们做的也非常好 我们是把方向做得很好的一群人吧 刚才你说 做皮肤的科研人员真的会显年轻 你有请问过他们都有什么秘诀吗 涂方向霜吗 过三个小时还要补一次 他们是真的很注重保湿 哈佛这些皮肤科医院啊 门口都会放着凡西林 时不时的就抹一页 都很深 我们有一个合作的皮肤科医生 每次开会拿了一个两身的桶 要让自己喝完 听你说完之后 我感觉与我们画的就是不一样 你知道每个东西发生的原理是什么之后 其实更容易有针对性的去 做一些事情 对 就不是往脸上瞎呼 那比如我们平时常说的科学护肤的方法 像你们早C碗A 这个是有科学原理的吗 早C碗A是一个蛮经典的护肤公式了 是有用的 其实我们之前有提到 皮肤摔老衣跟泛橱势质皮肤氧化 早C碗A呢 它是一种抗氧化的形式 比如说买护肤品的时候 真的会看他们的配料表吗 会一点吧 对于一些护肤品的配料也比较了解 那看到什么配料的时候 我们知道它是抗氧化抗衰老的 早C的话有一些产品直接用了维生素C 也有一些品牌呢 用了一些其他的抗氧素成分 比如说虾纤素啊 还有流氧啊之类的 用了A纯的产品 它上面就会写A纯哪个字呢 有些其实它用A纯比较流行的 还有六升碳啊什么的 这些都是抗老的元素 元素对 当然这个地方我也觉得 有时候浓度高可能是好 但也是根据个人的肤质状况 过高的浓度 对对某种肤质可能就是 对 其实它要建立耐受 对耐受 我一开始用博蓝亚图 他们也告诉我 就你一开始别每天都用 你可以跳着用 你是一个课题组用一个实验室吗 像我们组比较大 可能我们就有四五个房间 一个组大概多少人 一般的研究组可能在 5到20这个范围里 像我们这种就80到100人的组 这么大 对 这什么样的组会格外大呢 有钱的组 组里的博士和博士后的比重是什么样 就1比1的样子 博后可能会有自己的课题 博士的话有时候就会跟着我们 博后一起来做项目 我特别好奇你们课题组 这么多人 钱从哪来的 有一些是老师他申请的这种funding 比如说来自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我们自己也会申请 那如果没拿到钱这个项目还做 那就很难做 这跟公司都是一样的 为啥你们组这么有钱 我们组很大嘛 物理啊化学啊生物背景 或者像这种计算背景都会有 我们都会去做一些比较有趣的idea 落实的也比较快 他们能力也很差 之前就好像也聊到过就你们的项目跟产业结合挺密切的 我想知道在生物领域里面 你们跟企业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比如你想做这个皮肤抗摔的事 然后你就开始吸收产业的钱 做完了再卖吧 主要是这样 我们一般还是会更倾向于选用研究兴奋 不用这种工业节的经费 因为如果你是跟工业节期开发的话 专利归属权比较分杂 我知道你身上是有专利的 这种专利是怎么跟大家一起分的 我们现在的专利的话就是哈佛的专利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哈佛的雇员 欧洲某公司某个员工 开发了一个新的东西 可以那个东西是属于这个员工的 但在美国专利法是不可以的 那假如你们这个产品最后做的巨号 卖给了一个公司 所以这个钱是给学校还给你 这个就是跟具体最后多少钱卖出去的 哈佛到底之前给你投入多少钱都是有关系 我们知道其实博后的工资是很卑薄的 对于你这个听起来就很有前景 我可以说做生物科技的博士们是最有钱的 博后博士的工资都是同一标准 前景的话就是看最后大家的去向 如果你自己做创业的话 那可能就不一样了 那比如你现在正在做这个研究 最后卖出去 你还要在这个公司里吗 应该会吧 如果我自己成立公司的话 这个专利会从哈佛独家授权到这个公司 那你的公司要付哈佛钱吗 要啊 这是公事公办 对对对 因为你做的研究是非常前沿的 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的护肤相关的 那我想知道我们护肤的未来在哪里 护肤吧 其实分三大块 激光啊 属于物理护肤的范畴 另一块呢 就是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用的这种 防战霜啊 就属于化水护肤的范畴 生物护肤现在也在兴起 大家通过对于基因的了解 产品的开发 让大家能够保湿一个比较好的皮肤状态 生物护肤都包括啥 蛮新的一个概念 还没有真的产品出来 我们现在这种的基础 也是得益于COVID 大家都不会去排斥 跟核酸有关的疫苗了 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核酸的这个方式 把衰老有关的这个基因 去调控它 就能回到我们年轻的时候 基因的这个状态 对 未来护肤口这么大一针 我们现在想的是微针贴片 直接贴在脸上 就融化了进去了 对 期待着 希望这个能做成 能真的给大家带来福利吧 这是我做皮肤的另一个初衷 人生而皆平等 有的人可能真的是受到皮肤不好状态的影响 去面试啊或什么的机会 我与她参加了我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大家达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状态 哦 太棒了 朱莉莉 科研成功早日 造谱人略 造谱人略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的视频 我是泰拉 我是莉莉 我妈